这部电影叫做《史上最大作弊战争》 一听就很刺激呢 考试开始 只见老师在黑板上写下 有机化学其中考试 班主任又甜又贱 什么 这人叫又甜又贱 你是香蕉吗 首先是一个左瞄右瞄的男生 他抽出橡皮擦 原来在橡皮擦上写满了字 这我都干过 太没心意了吧 第二个是个病号 桌上摆着一堆纸巾和馄饨 他掀起的纸巾也写着字 不知道他的馄饨会不会也是小超 接下来是一个独眼男 只见他拉开大衣 小超就缝在自己的内缝口袋里 独眼男又拉开了自己的眼罩 原来眼罩里也有小超 你怎么不做两个眼罩 这样你就有两倍的小超了呀 然后是柯南 柯南按了一下自己的手表 放出了一行公式 怎么还有不好的声音啊 你怕发现不了你是不是 嗯 这里有个辫子头 他随手拉了一条辫子下来 上面写满了字 首先这种发型 我们学校是不可能允许的好吧 刚刚那个橡皮擦小哥又开始弄铅笔 他拉开铅笔的包装 居然全是小超 然后又是柯南 柯南分开自己的两根手指 原来手指中间粘着小超 好了 接下来是我们的女主角 天哪 这就是传说中的安世奈美会吗 妈妈 我要恋爱了 他摘下耳环 嗯 原来他的耳环是放大镜 用耳环去放大自己美甲上的小超 这叫双重保险 牛皮 唯一的问题是 你是美甲要做多久啊 五年高考三年美甲吗 谁知道真正的boss 也就是我们的又甜又见老师 在另一栋楼上 用望远镜在偷看 看来是个变态 他突然发现了什么 拼命朝客室跑去 来到客室 他抓住了辫子哥 橡皮擦小哥立马偷偷地 把自己的橡皮擦吞掉了 辫子哥被带走了 他们给他拍照 什么鬼啊 抓罪犯吗这是 又甜又见说话了 嗯 这风骚的发色 你是斑马吗 他说 过去吓老子一跳 然后他对手下说 我们绝不能容忍犯罪 不然的话 你怎么不说宇宙将被猪头统治呢 第一场考试结束了 刚刚被抓到的学生 被又甜又见直接开除 太过分了 与此同时 我们的女主角 安氏奈美惠在做实验 突然掉了一个东西 整个实验室被炸了呀 绝命毒师吗 然后女主角从实验室跑出来 还是没的 正好碰到了我们的男主角 学霸哥 刚刚那场考试 他一个臂都没做 真正高手 两个人促膝长坦子 这个镜头不太好 电动车一直挡着女主角的腿 不开心 男主带着被开除的学生 来找又甜又见求情 谁知道又甜又见说 我不再要开除他 我还要开除你们 西哥马宿舍的所有人 一个美女老师来了 又甜又见 立马带着他来到一个小课室 哼了起来 女老师回了一句 10分钟内 我要知道这个女老师的全部信息 镜头来到西哥马宿舍 刚刚那群作弊的男生 还有男主 都是西哥马宿舍的学生 柯南小哥是个黑客 特别懂高科技 橡皮擦老哥是个肌肉狂膜 整个宿舍里摆满了蛋白粉 还要用机器给自己打肌肉 然后机器炸了 他被射到了墙上 你马各个神经病啊 这天晚上 学霸突然听到窗户有声音 一看是女主角来了 他说 我的宿舍不准养猫 我就把我的猫咪带过来了 能否让我借住一晚 这只男主说 不行这里不方便 我他妈一拳把你打飞啊 你是学坏了脑子吗 然后宿管突然开门说 你有 我来来教学 一直在偷听的你 你是变态吗 然后宿管就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 出门了他还对男主说 说不定今晚他会跑到我床上来呢 然后这晚他就等到了四点 你还真是秘之乐观啊 然后还摆出了一副 期待落空的表情 你是七岁小孩吗 第二天 女主走出来 整个宿舍的男生都懵了 他说要洗澡 宿管说 我已经给你放好了牛奶浴 我怎么觉得好鸡贼呢 他洗完之后 宿管和男生们全部脱光了 要泡他的洗澡水 然后就喝了起来 你们是在申请基尼斯变态记录吗 然后男生踩进去 表情变成了这样 有的开始收集牛奶 有的开始狂喝牛奶 有的开始为牛奶打起架来 我靠 一个打扮得像爱因斯坦的教授来了 跟西哥马宿舍的人说 如果你们今年期末考试 不能取得好成绩 那么BOSS就要把这栋楼摧毁 建成酒店了 大家都很难过 黑客小哥说 看来只有我帮大家篡改成绩了 他打开电脑 推进了学校内网 开始改成绩 谁知道改着改着 电脑屏幕突然出现了BOSS的视频 这也太中二了吧 你还特意录个视频啊 真有心啊 谢谢了 男主带着室友们去找BOSS求情 他们订下了一个协议 如果期末考试 那个被开除的学生也能回来上课 于是 这晚 男主坚定地对所有人说 作弊计划正式开始 故事还没完 真正的作弊战争即将开始 快进网组页看下一期 记得点赞 关注 爱你们